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经典的电影有很多,但能够震撼人心的确实很少 要评出一份必看电影名单的话 那么魔戒系列一定位列其中 今天我们就按照魔戒的故事发展顺序 说完六部完整的电影内容 提醒一下,本期视频只涉及霍卫特人三部曲 和魔戒三部曲的电影剧情 内容也许与小说有出入 欢迎援助党们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故事开始于中土大陆的东边 那里有一个建立在孤山边的矮人王国 矮人们十分善于采矿 很快,矮人国就变得非常富有 随着他们越挖越深 矮人们发现了光彩夺目的山之心 阿肯宝石 矮人国王爱不释手 视其为天兽王权的象征 周边的国家,包括精灵国都纷纷前来朝拜 然而,随着矮人们的财富与日俱增 精灵国却与矮人国发生了裂痕 长久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很快,矮人国的金山银矿 吸引了北方喷火巨龙史毛格的注意 矮人国国王的孙子索林拼命厮杀 无奈史毛格太过凶猛 很快就占据了这里 精灵王瑟兰迪尔见证了矮人国的沦陷 却见死不救 王孙索林十分失望 也因此开始记恨精灵国 国破家亡 矮人们只能浪迹荒野 王孙索林苟且偷生 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富国之仇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夏儿 霍比特人比尔伯住在叔父的小家里 过着惬意宁静的生活 一天,一个挥袍巫师甘道夫打破了这份宁静 甘道夫上来就要比尔伯去冒险 比尔伯一两盟圈 他并没有打算过踏出夏儿半步 当晚,比尔伯家里涌进了一堆矮人 他们是王孙索林的追随者 一顿霸王餐之后 索林宣布 此次冒险的主题就是 击败恶龙史茅格夺回矮人的孤山 由于矮人军队只听从拥有阿肯宝石的人 而阿肯宝石此刻在史茅格的手中 于是就需要有一个人先把宝石偷出来 甘道夫拿出了索林父亲留下的 去往孤山的地图和孤山密门的钥匙 现在他们就差一个贼了 显然,比尔伯被选中 温顺的比尔伯从来没有冒过险 除了甘道夫 其他人都觉得比尔伯胆小怕事 于是第二天一早 大部队就离开他走了 比尔伯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 突然想通 也许是时候离开舒适圈了 比尔伯飞快地追上大部队 于是 这个仅有14人组成的索林远征小队成立 温暖的家被抛在身后 前方是未知的新世界 有太多的东西等着比尔伯去面对 比如说夜里矮人们的呼噜声 实在吵了比尔伯睡不着觉 于是其他成员给比尔伯讲述了一些历史 矮人国覆灭之后 索林曾与伴兽族人有一场恶战 恐怖的半兽人毁灭者 一把取下矮人国王的首级 当他要杀掉王孙索林的时候 索林穿着破碎的盔甲 捡起橡木术抵挡攻击 趁机砍掉毁灭者的一条手臂 看到首领受伤 半兽人才撤退 由于索林的英勇表现 年轻的他很快成为矮人们的新领袖 此刻的甘道夫正在建议全队 前往精灵国瑞文戴尔 因为他手中的孤山地图 始终有一些遗团让他无法解开 索林想起当年见死不救的精灵族就生气 当然不愿意再见到他们 甘道夫跟他说不通 无奈地离开 巫师大牛走了 比尔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他们不对就遇到了食人妖 比尔伯被食人妖拎在手里 索林带队英勇的来救他 他们为了比尔伯 被食人妖捆成一团 一起被放上火上烤 眼看今晚就要变成烤串 甘道夫及时赶到 他知道食人妖惧怕阳光 于是切掉石头 让阳光洒在食人妖身上 使人妖瞬间食化 化简为夷的一行人在山洞里休整 甘道夫给了比尔伯一把短剑 当伴受人在附近的时候 短剑会发出蓝光 比尔伯吓了一跳 他这辈子都没杀过人 甘道夫说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用刀剑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最大的勇气不在于取人性命 而在于宽恕 这时 赫跑巫师找到甘道夫 他最近发现 幽暗森林被黑暗笼罩 还发现森林的深处 有力量强大到可以召唤亡灵的死灵法师 他怀疑死灵法师 就是早已被消灭的黑暗魔君索伦 AKA全片最大的boss 话还没说完 矮人们的宿敌 半兽人大军找到了他们 为了保护大部队 赫跑巫师引开一批半兽人 甘道夫带着其他人 躲进一个山洞继续往前走 这条隧道竟然通向精灵国瑞文戴尔 索林强人的怒火 见到了瑞文戴尔的国王 阿尔隆德 这位跟之前见死不救的那个精灵 属于同一种族 但不是一个国家 阿尔隆德好像人不错 他请大家饱餐一顿 在美丽的精灵少女的音乐声中 大家的气氛一下缓和了 伴随着月光 阿尔隆德读出地图上的月之文字 当画眉鸟敲打灰色的岩石 都林之日最后的夕阳余灰 将照耀在锁孔之上 这句话说的就是孤山密门的位置 并且密门会在都林之日 也就是矮人新年元旦的那天才能打开 阿尔隆德不认为矮人们去孤山是明智之举 地位最尊贵的精灵领袖蓝女王 和高阶的白跑巫师萨鲁曼也极力阻止 这几个人开了好几天的圣白会议 讨论了矮人去孤山 和黑暗魔军重生这两项重大议题 结果还没出来 矮人军团却离开了 他们离开是因为索林听到阿尔隆德说 历解矮人国王都是利益熏心的 他担心索林拿回孤山之后也会像父辈那样沉迷于宝藏 为了证明自己 索林带着队伍继续前进 当大家翻越迷雾山的时候 不小心落入地底邪恶生物哥布林们所设下的陷阱 哥布林是一群地底妖精 他们想拿矮人向伴兽人邀功 推推嗓嗓之间比尔伯溜了 一个哥布林发现了他 令比尔伯掉落山间 等比尔伯醒来 他看见咕噜正在处理哥布林的尸体想要吃掉 而咕噜在忙活的时候 意外掉落一枚戒指 比尔伯不知道那有什么用 就偷偷捡起来放自己兜里 比尔伯想让咕噜带他离开这里 而咕噜想吃掉比尔伯 两个人谈不拢 于是决定玩游戏 谁赢了就听谁的 他们从脑筋脊掌弯说的猜灯迷 都是难分胜负 最后比尔伯问 你猜猜我兜里有什么 这个问题难倒了咕噜 他这才想起他的戒指丢了 怀疑是比尔伯偷的 气得要杀掉他 比尔伯慌乱间摔倒 戒指不偏不倚的套在了他的手指上 比尔伯瞬间隐身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枚魔戒除了能够让人隐身 还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力量 会改变整个中土大陆的命运 说回矮人军团 索林他们眼看要被哥布林干掉 甘道夫带着一束白色光芒驾到 瞬间改变战局 带着矮人们逃出洞穴 比尔伯也跟着跑了出去 他目前还是隐身状态 索林没有看见比尔伯 觉得这个胆小鬼一定是逃跑了 比尔伯摘掉戒指现身 他说 我是想家没错 但你们没有家 我现在想帮助你们 帮你们把家乡找回来 矮人队伍终于全心接纳了比尔伯 大家继续上路 苏迪半兽人又追了过来 这次是索林的老仇人 毁灭者亲自带队 索林被毁灭者打倒在地 而毁灭者让手下砍掉索林的手 以报当年之仇 比尔伯突然赶到 用手里的短剑一下砍死了毁灭者的手下 这时 其他矮人也杀了回来 在最后关头 甘道夫召唤出巨鹰 干掉半兽人并救走索林 大家在山顶上看到远方的孤山 他们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孤山内 矮人国成堆的金币下面 巨龙屎毛河睁开了眼睛 看来 矮人们的回家之路仍然会十分凶险 索林想起了当年与半兽人那场惨烈的战争 爷爷老国王被揪下头颅 父亲为了保护索林继续冲锋 但再也没有回来 没人知道他是死是活 随着他的失踪 他手上的矮人王魔戒也不知所踪 只有索林相信 他的父亲一定还活着 还戴着那枚戒指 甘道夫劝索林不要沉浸在过去的悲痛之中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收复孤山 否则恶龙会引来更加邪恶的力量 如今 矮人远征队在去往孤山的路上 一直被半兽人追击 甘道夫带大家东躲西藏 他们躲进变形人贝奥恩的家 贝奥恩可以变成大熊熊 熊熊虽然讨厌矮人 但更是跟半兽人有了深仇大恨 于是熊熊不仅热情款待 还把自己的矮马借给远征队 帮众人抵达幽暗森林 熊熊提醒甘道夫 半兽人正在为死灵法师效力 并且有人发现 在鲁道尔高陵有亡灵出没 甘道夫心里咯噔一下 当年一个大厉害 安哥马乌王战败之后 就是被封存在那里 如今 竟然有一个能召唤 安哥马乌王的更厉害的反派 此时的半兽人们 正在幽暗森林里集结 死灵法师给了毁灭者另一项任务 毁灭者不甘心放掉矮人们 让手下继续追赶 远征队进入幽暗森林 这里十分诡异 精灵蓝女王也感受到 阴影中有蠢蠢欲动的力量 他千里传音 让甘道夫先去鲁道尔高陵 查看亡灵事件 道别甘道夫 矮人们继续前进 森林里危机重重 很快大家就都晕晕乎乎的迷路了 比尔博爬到高高的树上 查看方向 没想到刚下来 就遇到了大蜘蛛攻击 之后被蛛丝紧紧缠住 醒来的比尔博用短剑杀死了眼前的一只大蜘蛛 之后也救下了其他被蛛丝缠住的矮人们 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的魔戒掉落 比尔博突然变得非常愤怒 对蜘蛛们一顿乱砍 比尔博也意识到 魔戒会影响他的神智 这只矮人齐莉被攻击 眼看就要被拖走 又暗森林里的精灵族突然出现 美丽的精灵小瑞救了他 两个人互看了一眼 就暗生情愫 是精灵王瑟兰迪尔带队 也就是之前对矮人见死不救的那个 他们把矮人远征军关进了大牢 比尔博带上魔剑隐身 并悄悄跟在大家后面进入精灵国 瑟兰迪尔听说索林要去刺杀恶龙 表示会提供帮助 条件是 事成之后 索林必须把属于精灵的白宝石 拿出来还给他 索林才不会同意 他大骂瑟兰迪尔号称是盟友 却在当年矮人被恶龙攻击的时候 见死不救 斯兰迪尔展示了自己脸上难看的伤口 那是曾经和恶龙战斗后留下的痕迹 他深知恶龙的厉害 表示不愿意牺牲自己族人 两人不欢而散 矮人们被关押 小瑞只需探望奇力 两个人愉快地聊了一整夜 精灵王的儿子 莱王子看到之后非常吃醋 他一直在暗恋着小瑞 比尔博带着魔戒 隐身的他偷走了监狱钥匙 放出矮人们 并把大家藏在酒桶中顺流而下 玩了一波激流涌进 岸边仍然有伴兽人的追杀 奇力在战斗中受重伤 小瑞再一次及时赶到美女就英雄 之后精灵们和伴兽人站成一团 矮人们也默契地配合干掉了很多伴兽人 这一幕的拍摄手法相当精彩 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 此时甘道夫来到高陵 他发现九戒灵之一 安格玛乌王已经从墓中逃跑 九戒灵们都在被老大召唤着 而老大就是最最最最最最邪恶的魔君索伦 离抵达孤山就差度过大湖了 矮人们正愁没有传 来自长湖镇的人类巴德出现 他提供了帮助 把矮人们装进木桶 再盖上一堆死鱼 就这样把大家带进了长湖镇 带到了人类的世界 不过长湖镇的镇长并不喜欢巴德 总是怕他有一天会抢走镇长之位 还下令监视巴德 矮人们只能从马桶钻进巴德的家 索林看到不远处的风弩 上次与恶龙的大战之中 曾经有勇士用风弩向恶龙射出黑剑 但却射杀失败 而巴德就是那勇士的后裔 他表示 其实是有一剑射中了 并弄掉了恶龙的一块鳞片 晚上 矮人们去军械库偷武器 被镇长抓了个正着 但当镇长听说他们会去攻打孤山的时候 突然眼冒金光 原来 当地有一条预言 孤山之王会重回宝座 河中会流淌金壁 长湖镇将陷入火海之中 但镇长只听到了金壁两个字 顿时心欢怒放 索林也表示 胜利之后就会把财富与长湖镇共同分享 镇长马上开心的放他们离开 由于麒麟受伤严重 索林让他留在长湖镇养伤 几个矮人留下来照顾他 索林带着其他的人继续前进 索林走后 镇长对冰死的麒麟不管不顾 他们只能再次找上巴德 但镇长很快就听信谗言 要抓走巴德 巴德临走前 把最后一只能够伤害恶龙的黑剑 偷偷留给儿子 之后就被关进了大牢 索林的队伍终于在都林之日地达孤山 他们在孤山入口 等到最后一缕阳光消失 却始终找不到钥匙孔 大家失望极了 艰难的远征富逐东流 矮人们扔下钥匙 失望的离开 只有比尔博固执的手在那里 月亮升起 带来了最后一缕余晖 坏米鸟敲打着墙壁 在月光的照射之下 钥匙孔出现了 比尔博赶紧叫回众人 他们打开密门 比尔博要执行最后的 他一个人的任务 就是从巨龙那偷走阿肯宝石 此时甘道夫找到魔君大本营 这时一个人跳下来跟他打成一团 那人正是索林失踪已久的父亲 上次大战之时 毁灭者发现了他手上的戒指并夺走 之后他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几乎丧失了理智 甘道夫唤醒了他 两个人刚要走 又遇到半兽人军团围攻 甘道夫抵挡了一会儿 没想到死灵法师亲自现身 甘道夫试图用光明抵挡黑暗 无奈黑暗的力量太过强大 把索林的父亲卷走 又把甘道夫的法杖换为灰烬 甘道夫猜得没错 他正是魔君索伦 是曾经打造出至尊魔界的大魔王 与此同时 另一批半兽人在长湖镇里寻找索林 却只找到了重伤的麒麟 刚要杀掉他 精灵小瑞带着王子来出现 第三次救了麒麟的性命 但眼看麒麟受伤太重 于是小瑞用精灵秘术给了麒麟生命 比尔伯在金山里翻翻找找 弄醒了沉睡的巨龙史毛格 比尔伯只好先拍一波马屁 说话间 比尔伯看到 史毛格确实有一片脱落的鳞片 看来巴德所说不假 史毛格不相信比尔伯的马屁 他认为比尔伯来自山下的长湖镇 跟矮人们是一会儿的 比尔伯看嘴顿无用 赶紧带上魔剑隐身 趁乱抢走了阿肯宝石就跑 正好撞上索林 索林问 宝石呢 比尔伯突然就犹豫了 刚才史毛格提过一句 阿肯宝石可以摧毁索林的心智 让他发狂 比尔伯还不确定 是否要把宝石交给他 这时史毛格向他们喷火 索林高喊 即使不能屠龙 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于是矮人们 引着巨龙来到废弃熔炉 巨龙喷火 正好让熔炉重新燃烧 矮人们又鼓起风香 熔龙的火越烧越旺 索林把巨龙引向 一个巨大的金色雕像面前 史毛格正在观察 突然雕像就化了 史毛格被淹没在 滚烫的金水之中 高兴了没疫苗 没想到这样史毛格还不死 他飞上天空抖落金水 生气的说 等着我的复仇吧 我要让你们尝尝死亡的厉害 之后他朝着长湖镇飞去 远远的看到巨龙飞来 长湖镇镇长早就带着财宝跑了 小瑞带着奇力等矮人 还有巴德的孩子们乘船离开 这时史毛格来到长湖镇上空喷火撒气 果然如预言所说 长湖镇葬送在活害之中 巴德趁乱从监狱里逃出来 来到钟楼上要射杀史毛格 但史毛格皮糙肉后 普通的剑根本没用 巴德的儿子看到了在战斗中的父亲 他独自跳下船 给父亲送来了那只黑剑 史毛格也看到了他俩 一脚掀翻了钟楼 连弓柄也折断了 但勇敢的人类没有退缩 巴德把黑剑搭在儿子的肩上 用尽全力拉开弓弦 这一下重重史毛格之前受过伤的 缺少鳞片的伤口 史毛格挣扎了一下 巨大的身体从天空掉了下来 正好砸翻了正在逃跑的阵掌 远处的矮人们看到了 长湖镇的火光 开心的庆祝史毛格之死 但索林却担心 恶龙死了 孤山的财宝 也许会吸引来更多的敌人 在索林的召唤下 矮人们重新集结 临走前 齐力把自己的幸运石 送给了矮人小瑞 长湖镇的居民流离失所 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巴德 由于矮人曾经答应 要与长湖镇一起分享财富 于是巴德带领着人类前往孤山 可惜的是 曾经勇敢正直的索林 如今睡在金壁里 他也变成了跟他父辈一样的守财奴 看到如今的索林 比尔伯更不敢把能吞噬心灵的阿肯宝石交给他 他把宝石偷偷藏了起来 鲁大尔高龄上 甘道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精灵族的蓝女王现身救下他 但身后突然响起了圣人的声音 是大王王的九戒铃现身 蓝女王如同被黑暗包裹的一道光 随时都会消失 但他并非孤身一人 精灵王阿尔隆德和白袍巫师萨鲁曼加入战局 赫袍巫师架着兔子带走甘道夫 随后 魔君索伦现身 大喊着 安格玛巫王将东山再起 精灵时代终将结束 蓝女王虽然抵挡了魔君 但也耗尽功力倒下 阿尔隆德建议要严防魔君索伦的崛起 但萨鲁曼却认为 没有至尊魔界 魔君也掀不起什么大浪 于是让其他人先撤退 萨鲁曼独自去面对魔君 也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伏笔 甘道夫刚刚恢复 就急着赶往孤山 他意识到 那里很快将有一场恶战 赫袍巫师把自己的法杖借给他 孤山那边 索林逼着大家找阿肯宝石喂果 他竟然开始怀疑 与他同生共死的兄弟们里面有叛徒 这时 巴德带着人类来找他 大家所求 不过是一点金币重建家园 但索林却让矮人们 把宫殿用石头团团围住 不让人类靠近半步 这些可怜的流民缺一少时 幸好精灵王瑟兰迪尔 带来了物资分给人类 巴德非常感激 但瑟兰迪尔表示 他此行的目的是来讨伐孤山 拿回属于精灵的星光百宝石项链 巴德不想看到战争 他想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巴德置身一人来找索林 索林隔着大石头 宁愿引发战争 也不愿意分一枚金币给他 巴德又生气又费解 索林怎么会变成这样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城内 十几个矮人 无奈的再次披上战甲 索林送了一件刀枪不入的密银衫 给比尔伯 这件密银衫 之后大家还会在电影《魔戒》中看到 甘道夫快马嘉宾赶到孤山 他通知大家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很快就会有魔军的半兽人军团 前来攻打孤山 因为孤山是一个战略要地 是重生邪恶安格玛王国的重要条件 斯安迪尔却根本不信 他一心只想对付矮人 索林也不示弱 暗中通知其他矮人 大军前来支援 比尔伯趁着夜色逃出来 赶到孤山下找到精灵和人类联军 也见到了甘道夫 比尔伯话不多说 直接拿出阿肯宝石 他不想看到生灵涂炭的战争 希望联军可以拿着阿肯宝石 作为跟索林谈判的筹码 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第二天 联军拿出阿肯宝石 索林声称他们拿假宝石骗人 然而比尔伯 这索林唯一信任的人站了出来 说是自己交给联军的 因为他不想看到宝石让索林更加失去理智 索林气得要杀掉他 但手下的矮人们都下不去手 甘道夫也上前来继续劝大家 矮人 精灵和人类的战争毫无意义 半兽人大军正在赶来的路上 但上面的索林又想要宝石 又不想花金币 急得团团转 这时索林的旧兵 铁足戴因带着矮人的大部队们赶到 索林瞬间有了底气 要求一战 戴因也对着瑟兰迪尔说脏话 于是精灵军队先来迎战戴因的山羊部队 面对精灵的攻击 矮人们显然早有准备 精灵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两方正打成一团 突然间山崩地裂 是毁灭者带着他的半兽人大军来了 随着地狱般的号角响起 戴因扭个头 率领矮人们迎战速敌 精灵们也瞬间化解了与矮人的纷争 战斗在最前方 此时毁灭者派出了战争兽 场面十分惨烈 这是一具场面宏大的史诗级的战争 真是看得让人又惊惊动魄 又热血沸腾 在战争受的帮助下 半兽人大军很快攻破城池 里面的流民四散逃跑 谨慎的人类军队 在巴德的指挥下奋力抗争 斯兰迪尔的大迷路被击倒 矮人们也溃不成军 眼看这里要守不住了 索林站在金色的城堡内 忠诚的矮人们对他的劝谏犹在耳畔 索林终于想明白了 他战胜了金币的诅咒 带着城内的矮人们冲了出来 索林的最强小队 立刻撕开了毁灭者的大军 联军逝去大阵 连人类老弱妇孺都加入了战斗 矮人波波更是抢下一个战争兽 扭头反攻 甘道夫在战斗中想试试新的法杖 但很显然不是自己的东西 用起来不太顺手 恰好一个守财奴 不小心触动了投石机 把自己投到了战争兽嘴里 留下满地金币 索林明白 秦贼先秦王 他要去杜亚岭直面毁灭者 毁灭者看着索林和奇力等人赶来 竟然满意的笑了 这是他的陷阱 因为另一支半寿人大军也在来的路上 他们准备来一个南北夹击 甘道夫想让瑟兰迪尔带领精灵 去杜亚岭和索林一起作战 但是这么关键的时刻 瑟兰迪尔看着牺牲的士兵们 竟然决定撤退回家 小瑞用剑拦住了瑟兰迪尔 逼他帮助矮人 却被瑟兰迪尔把他的剑一把砍断 精灵莱王子看不过父亲的作为 他表示愿意跟着小瑞重回战场 比尔伯再次使用魔戒 隐身跑到山顶去找索林 通知他陷阱的事 大家刚要撤退 但毁灭者抓住了矮人菲利 并当着索林的面杀了他 索林知道宿命之战不可避免 这时其他半寿人大军也来了 天上恐怖的战争蝙蝠遮天逼日 小瑞和莱王子归来 莱王子站在高处精准射击 小瑞在下面遇到毁灭者的最强手下伯格 而奇力为了救他 被伯格一刀砍死 用无限的时间去爱一个生命有限的人 小瑞在痛苦中体验到了什么是爱 莱王子非常帅气的跳下 与伯格扭打在一起 最终他用光了所有的武器 终于杀掉了伯格 索林和毁灭者的宿命之战还在继续 俩人在兵面上打得难分伯仲 索林捡起大锤子扔给毁灭者 自己一个后撤步 毁灭者就跟大锤子一起掉下兵面 索林以为他赢了 没想到毁灭者一剑插透了索林的脚 翻身之后又一剑砍来 索林眼看力量不敌 他故意让毁灭者刺中 同时他也刺穿了毁灭者 重伤的索林看到天上巨鹰飞过 是赫袍巫师和熊熊来了 他们的加入改变了山下的战局 比尔伯赶到索林身边 临此前 索林祝福老朋友比尔伯能够回到温暖的家中 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家庭 胜过金钱 这个世界将会更好 索林死了 小瑞怀中 琪丽也死了 索林迪尔重新找到儿子 指点来王子前往北方 去寻找一个游侠 这个人就是后来会出现的阿拉贡 世界也许会因他而改变 孤山守住了 阿堪宝石被放入索林手中一起埋葬 比尔伯强忍泪水和大家告别 跟着甘道夫踏上了回城 在家乡附近 比尔伯也与甘道夫分别 分开前 比尔伯告诉甘道夫 魔戒已经在战争中丢失了 甘道夫也没有多问 比尔伯回到自己的家 他摸了摸兜里的戒指 之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等待的有一天 他的老朋友甘道夫 能够再次来找他 很久很久以前 大猫王索伦曾经打造出魔戒 精灵得三戒 让他们青春涌驻 矮人得七戒 让他们善于开矿 独具匠心 人类得到九戒 他们推崇权势 无人能及 这些戒指有强大的魔力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索伦偷偷铸造出 可以控制其他所有戒指的至尊魔戒 并将自己的邪恶力量注入其中 之后中土大陆先后被索伦控制 索伦带着魔戒无人能敌 人类和精灵最后的同盟奋力抵抗 勇敢的人类王子拿起父亲的剑 砍下索伦的手指并夺得魔戒 索伦消失了 中土大陆重回自由 后来人类王子并没有消灭魔戒 反而被魔戒腐蚀 变得越来越邪恶 最终魔戒抛弃了人类王子 自己沉入湖底 2500年之后 小怪物咕噜找到了魔戒 他多获得了500多年的寿命 也被侵蚀了500多年 后来在咕噜的洞穴之中 魔戒感受到黑暗重袭大陆的时机到了 于是魔戒抛弃了咕噜 却没想到被霍比特人 来自夏尔的比尔伯捡到 也就有了之前的霍比特人剧情 前三集中我们已经看过了比尔伯的冒险 如今他正坐在自己家中 打算给自己写本传记 他们霍比特人一直住在鸟语花乡的夏尔 自得其乐与世无争 他们既不骁勇也不聪明 只是热爱简单平静的生活 这天 比尔伯的侄子弗罗多看到一位外来客 正是巫师甘道夫 弗罗多从来没有踏出过夏尔一步 于是 一路上都对见多识广的甘道夫问东问西 甘道夫此次是来庆祝比尔伯的111岁生日 他敲开那个熟悉的小门 老朋友再次相见 甘道夫说 比尔伯 你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啊 屋内 甘道夫发现比尔伯正在看中土世界的地图 比尔伯经历了之前的冒险 一直想再出去转转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完成他的书 也完成他的一生 比尔伯的生日十分盛大 甘道夫放出了巨大的烟花为他庆祝 所有夏尔的居民都来为他祝福 比尔伯在掌声中上台 感谢大家的照顾 话锋一转 比尔伯宣布 party结束 我要走了 说完戴上戒指瞬间消失 隐身的比尔伯回到家中 其实甘道夫早就看出他的诡计 并责怪他轻易使用魔戒 此时比尔伯抚摸着魔戒 眼里满是贪婪 甘道夫大喊一声 这才把比尔伯的思绪拉回来 他把戒指放在桌上 和其他的所有财产都给了弗洛多 另一边 黑暗势力正在蠢蠢欲动 九个黑袍骑士集体出动赶往夏尔 甘道夫去图书馆查了半天 发现人类王子曾经记载 把魔戒投入火焰中 秘密就会显现 于是大半夜的他来找到弗洛多 俩人把戒指扔进火堆 戒指上有文字出现了 甘道夫解释说 这枚戒指是在末日火焰山中 铸造的至尊魔戒 如今邪恶势力被唤醒 魔君索伦正在寻求魔戒重生 最近他的手下找到了魔戒的前主人咕噜 并以逼问出 魔戒现在就在比尔伯手中 于是派出了九戒灵赶往夏尔 如此重要的东西 法力强大的甘道夫却不能拿 他说魔戒会把他变成恶魔 只能由心地善良的弗洛多来保管 于是弗洛多收拾行李 准备跑路 与甘道夫约定在月马酒馆相见 甘道夫还选出了弗洛多的园丁 同样单纯正直的山姆陪伴弗洛多 就这样 两个年轻人踏上了未知的征程 甘道夫向强大的白袍巫师萨鲁曼寻求帮助 但谈话间 萨鲁曼竟然流露出对魔君的崇拜 甘道夫心想不妙 想逃跑却被更强大的萨鲁曼抓住 看来萨鲁曼上次独自去见索伦之后 就彻底黑化 山姆和弗洛多在路上 撞上两个导弹鬼同伴 皮皮和小林 四个人正好又遇见了来找他们的戒灵 在戒灵的吸引下 弗洛多差点戴上戒指 是山姆用小机灵引开了戒灵带大家逃离 大家好不容易来到月马酒馆 但却没有见到约好的甘道夫 而且酒馆里危机重重 弗洛多感受到自己一直被人盯着看 酒馆的招待告诉他 那人是一名游侠 外号神行客 反正是个狠角色 弗洛多不小心滑倒 魔戒正好戴在他的手指上 他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 这一下 戒灵也感受到了魔戒的位置 他们都朝着弗洛多赶来 弗洛多戴上戒指之后 看到一个火焰中的大眼睛 吓得他立刻拔掉戒指 刚睁眼就被游侠抓走了 在游侠的帮助下 弗洛多等人逃脱了戒灵的追击 游侠解释 九戒灵曾经是九个伟大的人类国王 他们被魔戒蒙蔽了双眼 一个一个陷入黑暗 最终成为魔君所伦的奴隶 他们能够感受到魔戒的存在 是不会放过弗洛多的 之后游侠带队 大家穿过荒野 前往精灵国瑞文戴尔 路上皮皮生火引来了戒灵 四个霍比特人吓得够呛 弗洛多再次戴上戒指想要隐身 但戒灵仍然能够看见他 并且一箭刺过来 幸好游侠武力值很高救了大家 弗洛多被魔窟剑刺中 已经奄奄一息 眼下只有精灵能够救他 但走到瑞文戴尔还有六天的路程 这可怎么办呢 甘道夫感受到弗洛多的呼喊 也无能为力 他现在被关在萨鲁曼那 眼看着萨鲁曼正在替魔君 建造可怕的半兽人部队 弗洛多眼前一道白光闪过 美丽的精灵公主阿尔文出现了 他是游侠的爱人 由他独自带着弗洛多前往瑞文戴尔 阿尔文召唤山水阻挡戒铃 有惊无险的来到了精灵世界 再次睁开眼 弗洛多竟然见到了甘道夫 甘道夫解释 是他召唤的巨鹰带着他逃离了萨鲁曼 其余的甘道夫也不愿多说 弗洛多再次见到好朋友们 甚至是比尔伯 比尔伯已经完成了他的著作 看到比尔伯 货币特人们都想家了 大家准备交出戒指之后就回家 夜晚 公主阿尔文与游侠谈话 鼓励他直面过去 原来 当年人类刚夺国王 砍掉锁龙手指拿到魔戒 却不愿意把魔戒毁掉 而是被腐蚀了心灵并留下魔戒 导致后患无穷 如今 只有刚夺王朝的继承人 能够统领人类 游侠就是那个继承人 本名阿拉贡 人类当年的错误 将由他亲手修正 于是 精灵王埃尔隆德 灰袍甘道夫 精灵王子莱 矮人吉利 刚夺摄政王之子波罗默 刚夺继承人阿拉贡 霍比特人 弗洛多等人聚在一起 讨论如何毁掉魔戒 大家一致认为 必须找到一个人 前往魔军的大本营 魔多 并把魔戒扔进 制造他的末日火焰之中 不过魔戒太过强大 佩戴的人全都会被腐蚀 于是大家 在为选谁成为持戒之人 发生了争执 都已经准备回家的弗洛多 小心翼翼的站出来 问 他能不能承担起 这个消灭魔戒的任务 霍比特人心地纯良 他叔叔又是魔戒的上一任持有者 有佛罗多拿着魔戒 最合适不过了 不过进入魔多绝非易事 那里不仅地势凶险 门口还布满各种各样的怪兽 大家被佛罗多的勇敢打动 于是 甘道夫 阿拉贡 王子莱 矮人吉利 波罗默 当然还有山姆 和两个导弹鬼皮皮和小林 自愿加入 这九位同伴组成了 互界远征队 踏上前往魔多的征程 临走前 比尔伯把自己的蓝光短剑 和秘银罩山送给佛罗多 大家正要翻越雪山 却被擅长占卜的萨罗曼 引发雪崩而阻隔 于是 互界小队只能走地下 他们来到矮人们的地盘 没有获得预想中的热情招待 只有满地尸骨 看来 黑暗早已席卷了这里 这时湖中水怪出来攻击 互界小队只能继续往里逃 大家在这里 竟然发现了咕噜的身影 甘道夫不想杀他 他告诉佛罗多 没有人能够轻易决定别人的生死 善良才是最重要的品质 大家继续前行 皮皮不小心弄出了巨大的声响 惊醒了这里的黑暗力量 伴兽人们喷涌而出 大家站坐一团 阿拉公为了保护佛罗多而受伤 之后佛罗多也被捅了一刀 幸好 他身上的秘银罩山救了他 不过众人还是被伴兽人团团围住 眼看今天就要交代了 突然伴兽人满脸慌乱地逃跑 甘道夫说 这是更可怕的怪物来了 来自远古的炎魔出现了 甘道夫让阿拉公带队从石桥上通过 自己则留下来抵抗炎魔 甘道夫在关键时刻斩断了石桥 炎魔跌落 但他的最后一刻扔出了鞭子 把甘道夫紧紧缠住 于是 在佛罗多的眼前 甘道夫被卷入无尽的火焰之中 大家在山洞外痛哭 阿拉公提醒大家 他们没有时间悲伤 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黄金森林 据说 森林里住着一个女巫 有可怕的力量 只要看到她一眼就会被蛊惑 这时 一群精灵士兵出现包围了护戒小队 士兵们把大家带到精灵国中心 去觐见精灵女王 圣洁之光中 精灵女王现身了 她认出了每一个人 并能够读懂人心 她让大家不要沉浸在 失去甘道夫的痛苦之中 眼下危机重重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就仍然有希望能够完成使命 夜里 蓝女王独自召见佛罗多 在蓝女王的指引下 佛罗多看到在黑暗力量的统治之下 中土大陆生灵涂炭 蓝女王告诉她 如果你失败了 刚才的景象就会变成现实 如今护戒队伍中 已经有内部崩坏的苗头 使黑暗的力量要抢走魔界 你要小心了 第二天 蓝女王给护戒小队一些补给 送给佛罗多的是精灵的宝物 埃兰迪尔之光 当黑暗来临之时 她能够照亮四周 与此同时 萨洛曼也已经培养出了 半兽人的2.0版本 强兽人 他们感受不到痛苦 因此更加无所畏惧 现在强兽人们集体出动 去追捕护戒小队 两尊巨型的人类石像 提醒着大家 刚夺王国曾经拥有的辉煌岁月 这时 大家发现佛罗多和波罗默不见了 使波罗默被魔界影响 想要夺走戒指 重振刚夺王国 佛罗多戴上戒指 隐身逃脱 这时阿拉贡又来了 难道他也是来抢夺魔界的吗 阿拉贡慢慢靠近 但最终只是握紧了佛罗多的手 并不是所有的人类 都会被魔界蛊惑 他发誓 会一直守护在佛罗多身边 这时 强兽人的队伍来了 忽戒小队很快加入战斗 皮皮和小林为了让佛罗多逃跑 大喊着引开了一批强兽人 清醒过来的波罗默也及时赶到 他是真正的勇士 在重剑之后还能英勇的战斗 最终 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皮皮等人的性命 他留给阿拉贡最后的遗言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人民灭亡 皮皮和小林被强兽人抓走 护接小队的人越来越少 经历了那么多痛苦 佛罗多泪流满面 他宁愿从来没有得到过魔界 甘道夫的话萦绕在脑海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就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佛罗多握紧手中的魔界 决定孤身一人去完成任务 忠诚的山姆追了过来 不过游泳的他着急的跳下水去 佛罗多只好拉起他 两个人一起继续冒险 剩下的矮人王子莱和阿拉贡一起 决定去为那些死去的人们报仇 朋友们分开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会遇到怎样的磨难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还会再见 甘道夫与炎魔一起从桥上坠落 最终淹没在火海之中 佛罗多惊醒了 他知道这是他的噩梦 也是真实存在的悲剧 佛罗多和山姆继续向前 他们在山顶上远远看见魔多那星红的天空 佛罗多瞬间感受到那个邪恶的索伦之眼 随着他们离魔多越来越近 魔戒也变得越来越沉 佛罗多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而且他们迷路了 一直在山中绕圈子 佛罗多还感觉有人在跟踪他 都走了这么久了 咕噜竟然还没有跟丢 也是挺厉害的 夜里 咕噜想趁机偷走魔戒 但佛罗多早有准备 直接把咕噜抓了个正着 山姆用精灵绳拴住咕噜 咕噜演了一段可怜 还表示他知道去魔多的路 山姆不相信咕噜 但佛罗多却不顾山姆的阻拦 解开拴住咕噜的绳子 让他在前面带路 由于萨鲁曼要求要活的后比特人 强兽人没有伤害皮皮和小林 路上皮皮机智地扯下自己的绿叶徽章扔在地上 另一边 阿拉贡他们追了三天三夜 仍然没有放弃 他们看到了地上的绿色徽章 惊喜地发现皮皮他们还活着 萨鲁曼正在持续建造部队 他占据的欧萨克塔 与魔军索伦的巴拉多塔遥相呼应 他坚信 没有人能够对抗索伦和萨鲁曼的双塔联盟 萨鲁曼为了制造兵器不停地砍伐树木 还收服了一些人类流民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铲除洛汉王国 此时洛汉王国内忧外患 外面有敌人追杀 里面洛汉王被萨鲁曼精神控制着 奸臣当道 最厉害的大将伊欧默被驱逐 夜里 强兽人们在为要不要吃掉皮皮他们而争吵 突然遭到一群人类军队的攻击 阿拉贡他们跟着强兽人的踪迹而来 见到了人类军队的首领伊欧默 他告诉阿拉贡 洛汉国王被萨鲁曼控制之后 六亲不认敌友不分 因此他被驱逐 另一个坏消息 伊欧默在昨夜歼灭了附近的强兽人 皮皮和小林很有可能都被误杀了 阿拉贡又悲痛又愤怒 恨自己没能再快一点 突然 地上爬行过的痕迹给他带来了希望 也许这两个霍比特人都还没死 没错 昨夜皮皮和小林趁乱逃进旁边的法贡森林 之后被树人老大树胡子抓住了 树胡子以为他俩是半兽人 最近半兽人一直在砍树激怒了树人们 皮皮他们解释了半天自己是霍比特人 树人说 只有白袍巫师能够证明你们的身份 这时一个白袍巫师出现 阿拉贡他们追到法贡森林 他们听到可疑的声音纷纷拔剑 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 刚才那个白袍巫师出现了 这不是老朋友甘道夫吗 大家又惊又喜 原来甘道夫当时掉下悬崖之后 仍然在与炎魔战斗 他最终杀掉了炎魔 也体力不支而倒下 但上一层的神仙们没有放弃他 赐他重生继续完成使命 并给他晋升为跟萨鲁曼一样强大的白袍巫师 于是新的旅程又开始了 甘道夫让树人照顾皮皮和小林 自己帅气的升旗白马 和阿拉贡他们前往洛韩王国 甘道夫说 魔君之眼盘踞在巴拉多塔上 但他惧怕人类王子阿拉贡的力量 因此魔君很快就会攻打人类 会借助萨鲁曼摧毁洛韩国 现在他们就希望魔君不要找到魔戒 这样他们还能勉强一战 说到魔戒 咕噜带弗洛多他们来到一片死亡沼泽 山姆认为 咕噜要害死他们拿到魔戒 但咕噜说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半兽人不敢来死亡沼泽 可不是吗 弗洛多很快发现了死亡沼泽的厉害 他只看了一眼湖水 就像丧尸灵魂一样跌了进去 还是咕噜拼死把他救上来的 在咕噜的带领下 弗洛多他们果然来到了魔多的入口 但这里被重兵把守 咕噜又说 其实还有一条隐蔽的隧道可走 山姆认为 这肯定是咕噜的轨迹 但弗洛多再次选择相信咕噜 这让山姆有点失望 陆寒国内 老国王听见儿子死了都无动于衷 甘道夫上前 用法杖唤醒了老国王的意识 老国王眼里重现光芒 刚要杀掉奸臣 却被阿拉贡拦下 兵荒马乱的年代 他不想再次看到死亡 甘道夫劝说老国王去攻打萨鲁曼 但老国王不想战斗 他选择带着子民们去关键峡谷躲起来 甘道夫知道 去那地方是死路一条 于是阿拉贡随行保护 甘道夫则独自去寻找大乡军伊欧墨 他说 在第五天第一缕阳光到来之时 他会像闪电一样回归 所以 欢迎关注闪电看剧 还不快快打开订阅和提示小铃铛 老国王带领洛涵人民赶往关键峡谷 半路遭遇到萨鲁曼派出的坐廊骑兵追杀 战斗中 阿拉贡被一头狼拖下山崖 矮人吉利和王子莱痛是好友 悲伤不已 但两人只能继续跟随着大部队来到了关键峡谷 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 城墙坚不可摧 只有排水管道是其唯一的弱点 奸臣把这个军事机密告诉了萨鲁曼 于是萨鲁曼宣布 百万大军将在今晚攻占关键峡谷 屠杀所有洛汉人类 与此同时 索伦之眼注视着另一个人类国家 刚夺 看来今晚就是人类的末日 山姆和咕噜的矛盾越来越深 夜里咕噜喃喃自语 他一直称自己是We而不是I 因为他在魔界的侵蚀之下 早已分裂出善良和邪恶的双重人格 他正在自己跟自己吵架 也许是弗洛多感化了他 咕噜的善良人格占据本体 他兴奋的欢呼 他自由了 第二天还主动带回了一堆野味 但大家还没来得及吃 就看到山下的半兽人部队和人类军队打成一团 弗洛多他们刚想走 就被人类部队给抓住了 这是刚夺将领米尔的部队 在米尔的挑拨利剑之下 咕噜以为弗洛多背叛了他 于是咕噜的邪恶人格再次占领身体 他透露出弗洛多就是持戒之人 米尔是上一集波罗默的弟弟 哥哥死后 他一心想完成哥哥的任务 也就是抢到魔界重振人类大军 于是他带着弗洛多他们前往刚夺 准备把戒指交给他的父亲 刚夺摄政王 精灵阿尔文在远方为阿拉贡祈祷 也许是感受到爱人的召唤 掉下悬崖的阿拉贡大难不死 被他的战马找到并带走 阿拉贡一路奔波赶到关键峡谷 大家见到死而复生的他都热泪盈眶 阿拉贡告诉大家 路上看到了魔军的部队 战争就要在今晚打降 于是城内所有男性不论老幼 全部拿上武器 老国王也披挂上阵 当然人类的盟友不会让他们孤军奋战 瑞文戴尔派出训练有素的精灵士兵们赶来 表示愿意与人类同生共死 夜幕降临 电闪雷鸣之中 强兽人部队气势汹汹而来 一个人类弓箭手不小心射出第一箭 也算是打响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枪 两方人马混战在一起 场面十分惨烈 强兽人们很快攻破了城堡的弱点 上万大军涌入城内 就连精灵将军也战死了 树林里 皮皮和小林意识到战争开始 他们想劝服树人去帮助人类 但树人们讨论下来表示 不想被卷入战争 决定袖手旁观 皮皮说 希望树人最后把他们送回老家 但他故意告诉树胡子错误的路线 树胡子走出森林 所见之处 曾经的树木朋友全被伴兽人砍光 树胡子咬牙切齿地呼叫所有树人 打算为死去的同伴们报仇 此时弗洛多被带到刚夺 这里正在被强兽人大军攻击 估计傍晚就要沦陷 弗洛多被魔戒侵蚀就快要撑不住了 连山姆的声音也变得模糊 现在人类是双线作战 刚夺的人类和关键峡谷内的人类 分别迎战 魔军索伦和萨鲁曼的部队 眼看这两条战线都撑不住了 这时 第五天的第一绿阳光照进来 甘道夫如约而至 他带来了强大的伊欧默军队 有伊欧默和甘道夫的加入 洛韩国这边强兽人很快溃不成军 另一边 树人也加入了战斗 他们直接攻打萨鲁曼的老巢 欧三克塔 树人打开水库 凶猛的水流将这里淹没 萨鲁曼在高塔之上 知道大势已去 强兽人残兵败将们逃进法共森林 被那里的树人们消灭殆尽 形势一片大好 弗洛多却好像受到召唤一般 拿起剑铃举起魔剑 就在他要戴上的那一刻 珊姆一把把他扑倒 同时米尔射出了一剑驱赶走剑铃 失去理智的弗洛多举起剑要杀掉珊姆 珊姆说 是我呀 你不认识你的珊姆了吗 弗洛多终于清醒 他失魂落魄的坐在地上 开始后悔这段旅程 珊姆说 我也后悔 但就像那些英勇的传说 全都充满了黑暗和危险 但是不到最后 怎么可能知道故事的结局呢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 他仍然相信 黑暗即将过去 太阳终将升起 看着这对兄弟 米尔被感动了 他放弗洛多离开 即使面对的 将是摄政王严厉的惩罚 战斗结束 弗洛多和珊姆跟着咕噜 继续向前走 他们不知道的是 咕噜仍然被邪恶人格占据 这一次 他也许会把弗洛多带入深渊 在众多的未知中 我们迎来了指环王系列的大结局 咕噜带着弗洛多他们继续往前走 之前精灵提供的一点干粮 才能支撑他们走了这么久 而咕噜被邪恶人格上头 不停的挑拨珊姆和弗洛多的关系 并打算找机会杀掉这俩人 抢魔戒 阿拉贡他们找到了萨鲁曼 这里已经被数人占据 皮皮和小林霸占了厨房 在这里大吃大喝 塔内 萨鲁曼战败后 被数人关了起来 尽管是败军之将 他还不忘宣扬中土大陆将会生灵涂炭 他试图偷袭干道夫 自己的法杖却碎了 真是自知其国 上一集出现的洛韩国奸臣 还在背后捅刀子 失去法力的萨鲁曼就这样陨落了 他的预言球从袖中掉落 被皮皮捡起 干道夫一把夺过预言球 他知道 这是萨鲁曼与魔军沟通的工具 凡人只要多看一眼就会中邪 洛韩国赢得胜利之后 大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一起喝了个痛快 霍比特人更是在桌上跳舞唱歌 之后大家总算能睡个踏实觉 白天皮皮看了预言球一眼就忘不掉了 他趁干道夫熟睡 再次偷看预言球 就这一眼 他看到了邪恶之眼 皮皮吓得浑身颤抖 小练下的大叫 弄醒了干道夫等人 皮皮告诉大家 他看到一棵白色枯树在火光中燃烧 干道夫意识到那是刚夺首都米纳斯提利斯的圣白树 因为上一集的战役让魔军意识到 刚夺王后继有人 因此 魔军要在人类新王未回归之前 将米纳斯提利斯彻底摧毁 而魔军也在预言球中看到了皮皮 一位魔戒在皮皮手上 干道夫将计就计 带着皮皮赶往米纳斯提利斯 吸引魔军的注意 随着魔军日益强大 阿尔隆德让女儿阿尔文逃到安全的地方 但阿尔文一心想着阿拉贡不肯离开 还求父亲能够重铸前刚夺国王的残剑 帮助无冕之王回归 干道夫赶到刚夺首都米纳斯提利斯 名字太长我们简称米城 米城主要由一个白色的堡垒构成 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他们找到了刚夺摄政王 也就是波罗默和米尔的父亲 摄政王一直把持着刚夺朝政 此时的他在长子牺牲的悲痛中不能自拔 干道夫说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大战在即你需要向洛涵王国请求帮助 但摄政王却认为是干道夫在利用他对抗魔军 在推新主阿拉贡上位 干道夫看出了他的野心愤怒离开 他看着不远处阴云密布的魔都 看来脚下这座白色的千年古都 就要由于一个丧心病狂而陨落了 此时魔军手下有半兽人 人类沿海故军等一众人马 实力空前强大 魔军还有一个最强的手下 也就是九戒灵之手安格玛乌王 这人不仅法力强大 更有不死之身 对比之下 孤军奋战的米城极其可危 此时咕噜带着弗洛多他们来到了死亡之城 这里阴气极重杀气腾腾 弗洛多感受到死亡的召唤差点过去 幸好山姆极致拦下他 他们看到安格玛乌王带领大军从城中缓步走出 看来最终的大战一触即发 摄政王的小儿子米尔手外部防线 出乎米尔意料 魔军的大部队静悄悄地从水上偷袭 等发现他们时 敌军已经濒临城下 米尔全力回击 无奈错过了最佳的反击时间 皮皮在甘道夫的指点下 悄悄爬上米城烽火台 点燃火焰 向国币洛韩国发出求救信号 同时也点燃了希望 米纳斯提利斯一战将会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 米尔由于守城失败 被父亲摄政王一顿骂 说以前你哥哥守城的时候可从未失守 米尔问 是不是你更希望我代替波罗默而死 摄政王冷漠地说 那正是我希望的 米尔伤心离开 他说 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 希望你能改变对我的看法 咕噜在路上一直挑拨山姆和弗洛多的关系 他跟弗洛多说 山姆一直觊觎着魔戒 你看着吧 他马上就要跟你要戒指了 弗洛多听后非常紧张 趁着他们睡觉 咕噜偷偷把粮食碎屑 撒在了山姆的袍子上 又把剩余的粮食全部扔掉 等弗洛多醒来 咕噜污蔑 山姆偷吃了所有的粮食 山姆生气地暴揍了咕噜一顿 弗洛多更生气了 此时的弗洛多扛着戒指早已精疲力竭 好死不死 山姆说了一句 你戴着戒指太辛苦了 让我来帮你戴一会儿吧 帮你减轻负担 弗洛多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咕噜在旁边尖笑着山风点火 这一下 弗洛多彻底抛弃了山姆 留下朴实的山姆暗自伤心 弗洛多跟着咕噜进入一个山洞 没走两步就被蜘蛛丝缠住 关键时刻 他想起了蓝女王给他的宝物 埃兰迪尔之光 他借着光拼命逃出山洞 咕噜则跟他打斗起来 要直接抢夺戒指 黄澜中 咕噜一不小心摔下悬崖 弗洛多现在孤身一人 他还能完成摧毁魔戒的任务吗 阿拉贡梦见了自己的爱人 公主阿尔文生命即将消逝 惊醒后 他被洛汗国王叫许 是精灵王埃尔隆德来了 他告诉阿拉贡 魔君日益强大 但阿尔文的光辉则逐渐消散 所以阿拉贡一定要杀掉魔君 不仅是为了众生 也是为了救他的爱人 之后 埃尔隆德给了阿拉贡一把利剑 这是用前刚夺国王的断剑打造而成 能够召唤亡灵一同战斗的剑 有了这把剑 阿拉贡再也不是游侠 他是一位真正的国王 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 米尔宁愿去送死 等城门再次开启之时 战马只带回了米尔的尸体 摄政王以为自己要绝后了 哭得丧失了理智 皮皮告诉他 米尔没有死 他只是昏迷了 但摄政王看着濒临城下 无边无际的伴手人们 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 他冲军队大喊一声 放弃抵抗 各自逃命吧 阿威洛就被甘道夫一棍子打倒 甘道夫有条不紊的指挥作战 城内士兵重新振作起来全力抵抗 大家从白天战斗到晚上 但摄政王还在那添乱 非要把自己 连同还没死的米尔一起烧掉 甘道夫正在对阵安哥马乌王 连法杖都被折成两半 这时传来一声号角 是洛韩国的援军到了 人类大军气质汹汹 把半兽人队伍打了七零八落 但是这么关键的时刻 甘道夫还得回头 去找发疯的摄政王 他正要把自己和米尔烧死 皮皮在熊熊烈火之中救下了米尔 但摄政王以为他们要抢夺儿子 甘道夫实在受不了这个发疯的家伙 战马一脚把他踢进了火焰之中 此时米尔睁开了眼睛 弗洛多继续往前走 但大蜘蛛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将他刺伤后 用蜘蛛丝紧紧的围住 忠诚的山姆及时赶到 捡起埃兰迪尔之光与蜘蛛战斗 终于击退大蜘蛛 但等山姆打开蜘蛛丝 弗洛多早已没有气息 山姆抱着弗洛多痛哭 走了这么久 竟然还是失败了 山姆的哭声引来了几个半兽人 山姆躲起来 听到一个半兽人说 弗洛多还没死 只是中毒了而已 山姆懊恼的妈自己是个笨蛋 看着半兽人把弗洛多带往摩多 洛韩国军队的到来 刚刚扭转一些局势 索伦的军队派出了猛马像 他们力大无穷 上面还有很多弓箭手 人类士兵无力抵挡 安格玛巫王带着他的戒灵们 也加入战局 直接杀掉了洛韩国王 洛韩公主挡在国王身前 安格玛巫王大笑着说 这世上还没有男人能够杀掉我 公主摘掉头盔露出长发 可惜我不是男人 说吧 一剑刺穿了安格玛巫王的脸 传说中的不死之身化为灰烬 此时阿拉贡带着亡灵大军赶到 之前他们已经拦截了魔军的沿海故军 现在他们把剩余的半兽人大军全部歼灭 洛韩国王看着公主 告诉他不要被伤 他南攻北战 战攻卓越 会骄傲的去见列祖列宗们 人类生死存亡的大战终于结束了 阿拉贡信守诺言 放了亡灵自由 亡灵们终于得到安息 另一边 弗洛多被半兽人抓走 结果半兽人和强兽人 为了争夺弗洛多身上的宝贝而内讧了 大家互相残杀 等沙姆赶到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人了 沙姆杀掉了几个半兽人之后 救下弗洛多 见到老朋友 弗洛多诚恳的道歉 幸运的是 戒指没丢 沙姆捡到魔戒并交还给他 两个人半城市半兽人的守卫 悄悄来到末日火炎山 但山下还有十多丸半兽人大军 弗洛多要凭借自己是完全过不去的 米城内 阿拉贡再次请鹰 打算带兵攻打魔多 吸引火力来一个声东击西 给弗洛多创造条件 阿拉贡他们去魔多门口叫阵 魔军果然上钩 派出大军把人类团团围住 面对这么多敌人 大家都有些害怕 阿拉贡站出来鼓励大家 也许有一天 人类会失去勇气 世界会毁灭 但绝不是今天 今天我们还有真实的东西要保护 说完 阿拉贡率先冲出去 在他的鼓励之下 人类军队再次振作起来奋勇战斗 火炎山下没有敌人了 但随着离火炎山越来越近 戒指变得越来越沉 弗洛多实在走不动了 珊姆说 既然我无法帮你拿戒指 那就让我背你走完最后的路吧 珊姆好不容易背着弗洛多来到山顶 咕噜竟然还没死 他冲上来抢夺戒指 和珊姆扭打在一起 弗洛多趁机来到了火炎山的入口 就差一步 弗洛多就要把戒指扔下去 但站在那里历史重演了 弗洛多像之前的刚夺国王一样 舍不得丢下戒指 他满眼贪婪 要把魔戒拒为己有 他听不见山姆的哭喊 戴上戒指消失了 外面的甘道夫他们浴血奋战 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却迟迟不见火山那儿有动静 咕噜仍然不放弃抢戒指 他看见地上的脚印 一把抱住隐身的弗洛多 丧心病狂地咬断了弗洛多的手指 他大喊着 啊我的宝贝 咕噜满眼放光 宝贝终于重回他手中 弗洛多受到魔戒侵蚀 他再也没有任何怜悯 与咕噜一起掉下悬崖 不过戒指在火海中竟然没坏 好像在等待着些什么 悬崖上 山姆及时拉住了弗洛多的手 弗洛多看着山姆的眼睛 彻底放下心魔 也放弃了戒指 这一刻 魔戒在火焰山中消失了 魔军之眼受到力量反噬瞬间倒塌 阿拉贡他们终于撑到了这最后的一刻 半兽人们四散逃跑 整个魔多开始陷落 戒灵们被火山落石砸死 这世上再也没有黑暗 弗洛多和山姆在岩浆中等死 甘道夫的大鹰找到了他们 终于他们可以回家了 再次醒来 好朋友们重新相聚 阳光再次洒门 圣白色米纳斯提利斯 甘道夫为阿拉贡戴上王冠 刚夺新王回归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阿拉贡吟唱古老的歌曲 他向人类军队 精灵 矮人们道谢 也再次见到了心爱的阿尔文 最后 高高在上的国王俯身 向四个霍比特人行礼 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 所做出的一切 霍比特人们衣紧还乡 沙姆如愿娶到喜欢的女生 而弗洛多在 输出比尔伯的传记的后面 续写了自己的冒险经历 并命名为魔戒 索伦消失之后 精灵三界也失去了力量 精灵们将离开这里 前往精灵圣地 中途大陆上 人类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 年迈的比尔伯跟精灵们一起 去完成人生最后的旅程 感到赋予大家告别 没想到 下一个要告别的 竟然是弗洛多 他的传记 只差最后一页没有写完 他希望这个结尾 由山姆来完成 好友们彼此拥抱 弗洛多的笑容告诉大家 不论相隔多远 他们的心永远是在一起的 以上呢 就是魔戒相关电影的全部内容 它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 小说作者托尔金被称为现代奇幻文学之父 被评为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第6名 托尔金不仅是个作家 他还是一名语言学家 甚至在小说中给各个种族都创造了完整的语言 每个语言背后又饱含着对应的文化和历史 让他的中土世界更加完整和生动 托尔金的著作不仅影响了文学 电影 游戏 甚至影响了整个欧美文化 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JK罗林也曾经表示 他的哈利波特系列也是深受魔戒影响 顺便一说 闪电看剧刚刚做完了八部完整的哈利波特系列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闪电看剧的站内搜索哈利波特来观看 小时候看哈利波特 心中始终对魔法世界充满希望 幻想着自己也能用魔法来拯救世界 长大了看魔戒 明白了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也明白了普通的自己那不普通的力量和勇气是来源于哪里 那美好的人性 那不灭的希望 那我们想要保护的人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来聊一聊 你更喜欢哈利波特还是更喜欢魔戒呢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 打开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一起看电影哦 嗯 嗯 嗯